觀眾朋友好現在是美國東部時間九月十一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歡節目請記得為節目點贊 並且選擇訂閱華爾街電視頻道 接受通知 這樣就可以在節目發布的第一時間獲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為您關注到的是跟電影路蘭有關的消息 在九月十一日國會中國委員會主席向迪士尼公司首席執行官發信 信中寫道我們寫信詢問迪士尼公司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安全和宣傳部門人員合作製作木蘭電影的情況 迪士尼顯然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員合作 而這些官員是犯下暴行或者是掩蓋這些罪行的最大責任人 這令我們覺得深感不安 迪士尼片尾向圖魯番公安局還有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 以及其他地方層面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人員表示感謝 而二零一九年十月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 將圖魯番公安局列入實體名單 原因是圖魯番公安局在實施中國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 還有新疆自治區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成員的鎮壓 大規模任意拘留和高技術監控運動中侵犯和踐踏人權 當地宣傳部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部門 否認歪曲和以其他方式掩蓋這些反人類罪行 這些罪行還包括強迫勞動和對維吾爾族人的大規模絕育 強迫墮胎和壓制生育活動 木蘭拍攝前的公開資料顯示 存在大規模關押維吾爾族人的居留營 到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 美國澳大利亞英國香港的主要新聞機構都曾經報導 北京在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中關押了幾十萬人 甚至有報導說超過一百萬人 與當地安全和宣傳人員合作 決定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拍攝木蘭 這為這些犯罪者提供了默許的可法性 他們可能會被定為種族滅絕罪 因此我們要求你們提供以下資料 請詳細說明迪斯尼公司與當地安全和宣傳人員合作的情況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還有圖魯方公安局 究竟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在拍攝木蘭期間涉及中國和中國共產黨 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官方實體是否有其他合作 請說明迪士尼公司所提出的合同要求或者是請求 迪士尼公司為什麼要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 還有圖魯方公安局列入致謝清單 同時請說明迪士尼公司的高級職員和高級管理人員 與木蘭片中的任何其他中國或者是共產黨實體的關係 請說明迪士尼的高級職員和高級行政人員 在多大程度上對木蘭的拍攝做出貢獻 迪士尼公司知道在拍攝木蘭的同時 有報導說中國共產黨已經對新疆維吾爾族 還有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監視和拘留 如果他們不知道這些細節那麼迪士尼公司將如何確保他們的官員和高層人員 直到今後有公開報導的大規模監控和拘留事件 請描述電影和製作團隊對大規模監控和拘留的了解程度 在新疆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進行調研和拍攝時 他們是否正在受到監視和拘留 請說明迪士尼公司根據這些廣泛獲得的有關於共產黨在新疆地區嚴重侵犯人權的報告 繼續拍攝木蘭的理由 請介紹迪士尼公司在中國拍攝時所使用的當地勞動力的情況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合作情況 以及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勞動力的使用情況 你們是否為確保影片製作過程中沒有使用強迫勞動而進行禁止調查 同時請標明迪士尼公司執行這樣計劃的單位和子公司 請說明迪士尼在中國的高級職員以及行政人員的角色 請確認迪士尼公司還有子公司是否參與了木蘭在新疆的拍攝決策 拍攝時中國或者是中國共產黨當局是否要求其中國員工成立黨委會或者是黨支部 迪士尼公司是否還有有關於其他實體合作的政策 迪士尼公司是否與已知的侵犯人權者進行合作 迪士尼在美國或者是全世界哪些地區參與製作並不是基於經濟和成本原因 迪士尼網站上寫道我們相信社會責任是一項長期投資 它有助於加強我們的運營和市場競爭力 加強風險管理吸引和聘用優秀的員工 並維護我們的聲譽 我們力求充分了解貴方在中國展開的活動中是如何履行了這一承諾 我們期待貴方對這些要求做出迅速而詳細的答覆 而再要為您關注到的是跟抖音有關的消息 此前華爾街電視的華爾街網報已經為您介紹了來自路透社的突發報導 也就是北京方面施壓字節跳動要求停止談判 並且禁止美國業務 而根據彭博社的最新報導有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現在TikTok仍在緊鑼密鼓的推薦 在九月中旬截止日期前出售其美國業務的計劃 儘管有跡象表明這樣的一款應用正面臨著關閉 而非達成交易的壓力 這款由中國字節跳動有限公司所有的應用 仍在考慮兩個可能的買家 分別是甲骨文和微軟的進購 而後者已經與沃爾瑪進行了合作 而TikTok打算在美國總統川普規定的最後期限之前 將一份提案提交給白宮批准 該人士表示他在討論內部計劃時不願意透露姓名 而屆時川普政府將決定是否批准交易 路透社在周五的報導表示 中國政府私下表示寧願字節跳動關閉TikTok在美國的業務 也不願被迫出售其美國資產 而針對這樣的報導 TikTok的發言人表示 政府從未向我們提議我們應該關閉TikTok在美國 或者是任何其他市場的業務 自從八月以來TikTok一直處於交易談判和政治辯論的中心 當時川普以國家安全問題為由威脅要在美國禁止應用 他隨後下令將其出售 並表示在九月十五日前達成交易 這是必須的最後期限 而當月晚些時候 中國政府宣布了一些圍繞某些技術銷售的新限制 這就減緩了已經的交易 圍繞達成任何交易的部分困惑 是因為TikTok的母公司必須滿足利益方 他不僅要與收購方以及追求利潤的風投支持者達成條款 同時TikTok還必須找到一種方式來取悅中國和美國的雙方政府 在中國在與美國的爭鬥中出讓頂級科技資產 被認為是不愛國的體現 而在川普政府內部某些顧問正在推動全面關閉TikTok 而不是將其出售給美國公司 目前不知道TikTok必須遵守哪個交易期限 有一位接近公司的人士表示 該公司正朝著九月二十日的最後期限努力 向川普政府提供一些東西 堅持川普政府在八月六日簽署的行政命令中 所規定的四十五天的期限 但是川普在對媒體講話中 一直在堅持九月十五日的最後期限 現在TikTok還面臨來自十一月的另外一個期限 這是根據機構間國家安全小組 也就是我們說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下令剝離美國資產的最後期限 而最後再要為您關注到的是來自華爾街日報的獨家報導 現在美國的聯邦檢察官加大了對朝鮮的打擊力度 解封了兩起涉嫌違反制裁的案件 而官員們警告說平壤仍然是國家安全和全球金融體系的重大威脅 華盛頓特區美國檢察官辦公室的檢察官 要求聯邦官員下令沒收與一名朝鮮前僱員和中國電信巨頭中興通訊相關的幌子公司有關的資金 另外根據周五解封的法庭文件 他們以違反制裁的罪名指控一位朝鮮特工 該特工據稱在二零一七年殺害了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同父異母的弟弟的事件中發揮了作用 而這些案件正好發生在川普總統宣傳他與金正恩先生的個人關係時 司法部負責國家安全的助理檢察長戴莫斯表示 其中的一個案件違反了美國對朝鮮的制裁 使該政權變得更加富有 並使其能夠繼續資助制裁所要防止的破壞穩定的行動 涉及的是一名前中興員工還有他的妻子 他們利用中國的兩家幌子公司向朝鮮進口了中興手機 還有通過其他設備在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六年間 通過美國的金融系統秘密賄入了至少一千五百萬美元 由一份要求沒收部分資金的申訴書說 中興通訊和這對夫婦都沒有辦法立即獲得評論 另外檢察官對二零一七年被馬來西亞驅逐出境的朝鮮特工 提出刑事指控 因為他涉嫌從馬來西亞為朝鮮客戶採購商品 他的女兒和另外一位馬來西亞商人也被指控 馬來西亞調查人員將這位先生牽扯到朝鮮領導人的一母兄弟金正男在機場被殺事件中 而他本人否認在那件事件中有不法行為 涉及中興的投訴 為該公司在朝鮮的非法活動提供了新的線索 作為二零一七年支付八點九二億美元罰款和承認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協議的一部分 中興公司向美國官員披露了這些活動 檢察官表示中興通訊在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六年期間的朝鮮合同 其中大部分是為國有的郵電公司來進行服務 總額達到三點二八億美元 需要向朝鮮發送大概四點七八億個美國原產零件 而中興通訊披露他設立了兩家位於中國的幌子公司 一個叫做瑞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另外一個叫做蘭芯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與朝鮮客戶談判合同並且履行訂單 而中興補充說作為和諧的一部分 他終止了與這兩家幌子公司的關係 而直到二零零九年中興的朝鮮銷售經理和他的妻子 一起為這些幌子公司工作 他們在二零一零年到二零一五年期間 從這些公司向中興匯入了數百萬美元 作為計劃的一部分 其中一家公司通過將煤炭收益轉化為手機訂單 幫助朝鮮逃避制裁 他從朝鮮金融促進者那裡收到了大概一千二百萬美元的付款 包括從一家向全球客戶出售朝鮮無煙煤的公司裡收到的付款 而這一家公司後來被美國財政部制裁 申訴書表示他將資金匯給中興通訊 然後中興通訊的手機到達朝鮮 根據申訴書政府要求法院簽署扣押與這家公司 還有這對夫婦相關的大概一百萬美元的資金 包括這一個妻子 將這樣一家公司的收益寄給一家美國企業 作為她和丈夫來申請投資移民簽證的一部分 在引用了對於這家公司還有其相關人士單獨的刑事訴訟中 檢察官引用了二零一五年的一份電子郵件 其中這位女士承認為一家公司工作 財政部後來將其描述為是朝鮮軍方的下屬公司 而這一位特工先生知道美國的制裁限制了他們公開做生意的能力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 另外一家公司代表告訴他 當他詢問欲望朝鮮南鋪港的價格時 由於制裁我們不能給你報價 二零一八年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表示 文件顯示儘管美國和聯合國實施了制裁 但是有一位特工仍然在馬來西亞過著臥底生活 幫助平壤創造現金並且轉移貨物 而這些案件是最新的針對平壤方面被指控的不當行為 最近幾周平壤改組了指導層 並且罕見地承認其之前五年經濟政策的失敗 而僅在八月多個聯邦機構就先後警告表示 與朝鮮政府有關聯的黑客 正試圖通過排查自動取款機 還有發起欺詐性的轉賬來搶劫全球各地的銀行 而司法部採取行動來查封了二百多個加密貨幣賬戶 這些賬戶被朝鮮黑客使用 據稱這些黑客已經從世界各地的加密貨幣公司 竊取了超過二點五億美元的資金 而五月美國當局公布了起訴書 指控包括朝鮮主要外匯銀行的官員和代理人在內的三十多人 從二零一三年以來通過泰國奧地利俄羅斯和中國等地 開設經營秘密分行 幫助朝鮮非法轉移二十五億美元 這些被告沒有被美國關押 他們也沒有認罪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全部內容 希望您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 西山八 Grand前 衡協助 西山八白 它為上面 衡人類